1928年 位于青东陵的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两座大墓被盗 引起举国震惊 种种迹象表明 这起盗墓案是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所为 十二军军长孙电英和他属下的第五师师长谭温江等人 均参与了盗墓行动的策划和指挥 面对舆论压力 国民政府组织了高规格的军事法庭 他们还再次逮捕了先前被释放的谭温江 那么这次审判会有怎样的结果 孙电英 谭温江等人会受到应有的惩罚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东陵盗宝案第四集 审判不了了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国民政府善后调查小组 河北省政府调查专员和清史详查善后小组 分别深入东陵 对于东陵被盗情况进行现场调查取证 三个系统的人调查以后 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提交了调查报告 这些报告虽然措辞有所不同 但结论都一样 认定御陵 定东陵遭大规模武装盗挖 盗挖黄陵的是国民革命军十二军官兵 国民政府善后调查小组 和清史详查善后小组在调查文件中 均通过守陵人的回忆 提到孙电英在黄陵被盗期间 曾亲自来过陵区 东陵被盗 案情似乎已大白于天下 八月七日 以溥仪的父亲 纯亲王载丰为首的 清史四十六族宗史 全体致殿阎西山 万肯台端 训殿北平总部 物济居传谈犯归案 严训党羽 采集义犯 八日以溥仪的两位老师 陈宝琛 朱义帆为首的清庆 以老七十五人 联命致殿阎西山 何辞窃肯 严氏已获重犯 训计归案 训究亦犯 误其悉数亦获 尽法成至 以身冤愤 同一天 北平文化临时维持会发表通电 请中央研办东陵道案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通电 要求根究东陵道案法律责任 天津大公报 还刊发文章 题目就是 孙殿英是道陵主犯 将矛头直指十二军军长孙殿英 迫于外界压力 阎西山在八月十四日和十五日连发两殿 表示东陵被盗 至身惊诧 还说 已请中央派大员训办 并由碧军 潜派得力军队 前往保护一 他所说的 潜派得力军队前往保护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案发以后 阎西山命副作义 向东陵派了一个营的兵力 至于说派大员训办 则说 请求中央的事情 要等老蒋的回复 从现有资料看 蒋介石几乎与阎西山同时得到了 东陵被盗的报告 在刘仁瑞和其他相关调查的基础上 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 在一份来文上做出批示 通事所属 一体严密缉纳 勿获纠办 勿受宽纵 有了顶层表态 北平方面就开始着手推进 首先是要让本案尽快进入司法程序 由于东陵盗宝牵涉到的多维现役军人 其中包括谭文江这样的高级军官 按照当年的司法规定 当局决定在北平成立陆军高等军法会 及军事特别法庭专门审理此案 当年11月29日 军事特别法庭成立 法庭的规格很高 由第三集团军第一军团长 河北省主席商镇任审判长 全国四大集团军各选派出一名高级军官 担任审判员 他们是邱山宁 赵京士 周学海 李静荣 特别法庭组成以后 商镇指示尊化县 急拿盗林案正范 这道命令啊 就有些难为尊化县之事了 因为该案正范军为现役军人 尊化县能够捉拿的 只是那些乘乱行窃的小毛贼 不过也有令人欣喜的地方 天津警备司令部的人 抓获了几名 盗卖东陵文物古玩的遗犯 而且前段时间被保释的谭文江 又被重新收押 媒体对此案十分关注 审判长商镇也是信心满满 他还给报界入宫 写了一份安民告示类的文稿 发表在报纸上 他说 本会审对于林案约分三步进行 第一步调查人证 第二步审问 第三步公害 在第一步第二步时期 案未真实应依法保守秘密 为进行至相当程度 一应酌情披露 四届公判时期 当要驻君子慧然汝然汝林 多达十八卷的案件卷宗 至六月八日 特别法庭举行了最后一次预审 张启后 张启后八剑公对参与道陵的行为 公认不讳 八剑公也是十二军士兵 在陵区道德大量珠宝 到天津贩卖被副作义的部下抓获 移送北平交特别法庭审判 特别法庭在审问谭文江的时候 谭文江仍坚称自己所持珠宝为剿匪所获 法庭让张启后八剑公与谭文江对质 面对着张八二人的指证 谭文江是莫不作声 法庭预审到此结束 据新陈报在六月九日报道 预审终结后审判长商镇 在会客厅与赵京市等审判官举行谈话会 商定了曹尼审判书的一些具体事项 谈话会结束以后 商镇还接受了媒体记者采访 他说今天仍属预审性质 详情数未便奉告 下期间即开谈话会 将判决书审定后 急送军法部请求执行 寻法会议之则 届时可告一结束 他还说 本案困难之点 亦不在手 好在人政齐全 不难执行也 国民政府组织了高规格的军事法庭 声称要严厉处置东陵盗宝案的罪魁祸首 军事法庭的审判长商镇还声称 即便是本案从犯都可能被处以 的惩罚吗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东陵盗宝案第四集 审判不了了之 值得注意的是 在法庭的历次预审中 孙电英都没有出庭 判决书由于没有公布 内容我们不得而知 但由于没有审讯他 所以也就不会判决他 这是确定无疑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当时那么多人都说 孙电英与本案有关 甚至还有人说他就是本案的主犯 而且在青岛被抓获的张启后 在口供中还明确讲是孙电英下令 让工兵炸开了乾隆和西太后的陵墓 那法庭为什么不提审孙电英呢 从表面上看 法庭没有传唤孙电英出庭的原因 是因为缺乏具备法律效率的证据 以而无法证明孙电英对本案负法律责任 青史与刘仁瑞的调查报告里 都指控说到灵时孙电英亲自去过灵区 甚至还说他在灵区主持了盗墓后的分赃 但这种指控全部是建立在守灵人说的基础上 而守灵人当时并未在场 这种人道式三国周郎赤壁式的说法 很难拿到法庭上当证据使用 张启后的口供也有这方面的问题 张启后指控孙电英下令 炸开了乾隆和西太后里 但他当时并没有在场 他说的那些话也属于人道式之类 但是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 因为大多数案件的证据 都是在办案过程中逐步搜集补处与完善 军事法庭已经有三个渠道提供的调查材料做参考 这些材料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线索 法庭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传唤证人 获得证据 让罪犯受到法律惩处 这也是当年社会各界的愿望 但当局并没有能够这样做 其实当局设立那个军事法庭 基本上是迫于社会各界压力 不得不做的一个姿态 而且仅仅是个姿态而已 所谓缺乏有力证据 只是军事法庭不起诉孙电英的表面原因 据宋连生教授分析 法庭之所以不起诉孙电英 真正的原因可能有两点 首先盗绝东陵的罪行败露后 孙电英利用手中掌握的大量东陵珍宝 大肆贿赂和英亲戴笠等国民党政要 为自己找到了保护伞 其次孙电英能够逍遥法外 也得益于当时国内紧张的政治军事形势 东陵案发之时 国民政府发动的北伐战争刚刚取得胜利 然而旧军阀的残余势力依然强大 蒋介石 阎西山等新军阀之间的矛盾 又不断加深 一场大规模的中原大战正在酝酿之中 在此情况下 手中有人有枪的孙电英 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棋子 对他的审判也就遥遥无期了 当时蒋逢眼里四大巨头 为了北伐胜利果实的分配 已经闹得关系很僵 在国内战云密布的背景下 东陵被盗案 在几大巨头的眼里 就显得有些无足轻重 当时各个巨头都想着 把更多的实力人物 拉到自己一边 孙电英手下有几千人 虽然战斗力一般般 谁也不肯出钱养这支部队 但也不愿意得罪他 更不想把他推给对方 特别是身为平京 最高军政长官的阎西山 恐怕对审这个案子更没有积极性 因为孙电英从名义上讲归他的第三集团军管束 如果审出一个孙电英率领全军将士集体道挖东陵的结果 他这个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的阎长官也会脸上无光 所以他应当更希望将这个案子大事化小 身兼军事法庭审判长的商阵 那是阎西山的心腹 定会秉承阎长官的心思办案 正因为有这层原因 所以尽管有张启后的口供 说孙电英亲自下令炸开了乾隆和西太后的陵路 但军事法庭并没有将孙电英列为被告 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关于东陵被告案的卷宗中有一个残存文件 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兴趣 这是一位清史代表在北平与负责法庭记录的文书之间的对话 原本内容可能较多 现存文件多有缺页 内容也不连贯 但在断断续续的对话中间 仍能透露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内容 问 孙电英现已叛变 审判长对于此案采取何种态度 答 此案首要缺席孙电英 将来结果即宣告缺席判决 问 谭文江起诉某某真相否 答 缺席次要犯 近来谭文江在看守所内中日骂孙电英 骗他道案 这两段对话尽管不连贯 但透露出的信号却耐人寻味 他至少说明 第一 军事法庭的法官们其实都明白 孙电英是东陵盗宝案的首犯 第二 法官们知道 如果审判进程与结果对孙电英不利 孙电英就不会配合 而对于孙电英的不配合法庭 除了缺席判决也没有其他好办法 而在当年 对于手握重兵的军阀来说 法院的缺席判决根本就是一张废纸 第三 谭文江为什么要在看守所内骂孙电英呢 我们想啊 谭文江第一次被北平警备司令部抓获 事出突然怨不得别人 第二次就不同了 法庭重新收审他 他可以不去 可能是孙电英劝他服从法庭安排 其间肯定要给他一些承诺 后来或许是承诺没有兑现 引起了谭文江的不满 从当时军事法庭的办案进程来看 孙电英完全没试人一个 谭文江就不通了 就法庭已经掌握的证据就足够治他的罪 所以他终日大骂孙电英也是容易理解的 而对话的第一句 那个孙电英已叛变就更加耐人寻味 当时的大背景是 蒋介石与阎西山马上要撕破脸皮了 而孙电英还在那里手术两端 清史代表说他叛变 无非就是说他站在蒋介石一边了 如果他最后真那样做了 法庭也只好缺席判决 这就说明了当年的所谓军阀审判 完全是为了各大利益集团自身的利益 军阀之间大战在起 在笼罩全国的战争阴云下 乾隆慈禧两座大墓被盗案 也成了战争的筹码 成为各方拉拢孙电英这股势力的工具 此情此景 使得东陵道保安的审判结果格外令人担忧 那么军事法庭最终会做出怎样的判决呢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继续为您讲述 东陵道保安第四集 审判不了了之 我们接着讲军事法庭审案的情况 军事法庭预审结束以后 经过审判长审判官反复权衡 终于形成了一份正式判决书 这份判决书始终没有对外公布 从当年的新闻报道中可知 判决书将案件定性为 尊化县驻军勾结首领满园 将顺至乾隆慈禧各邻道绝 窃道赃物 这个定性同样耐人寻味 先说尊化县驻军 案发时驻杂在尊化县境内的 除了有孙殿英的部队 还有打着奉军某军旗号的马夫田部 还有其他一些杂牌军也在这一带出谋 所以这个尊化县驻军指向很含糊 再说勾结首领满园 照字面解读好像是在说青史的护陵大臣玉鹏 又像是指马夫田部 但与孙殿英关系不大 还有将顺至乾隆慈禧各邻道绝 其实顺至邻根本未经道绝 那里主要是地面宝物建筑数目遭到破坏 而且与乾隆慈禧被道也不是同时发生 将不相干的案子扯到一起 扩大了被告队伍 不论商阵等人这样做的主观动机是什么 客观上只能起到分散人们对于 道陵案正犯的注意力 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 军事法庭在拟定的判决书中 对于东陵道保案的定性含糊其词 按照当时的规定 军事法庭拟定的判决书 需报送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军法司批准执行 然而判决书送出后却如泥牛入海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桩民国历史上最大的道母案 就此不了了之 对此结果 最为高兴的自然是相关的涉案人员 此前黄百万等几名被关押的古案商人 已经由北平市总商会保释 张其后八建公等盗林士兵的结局 虽无明确记载 根据当时的情况推测 被关押一段时间后 他们很可能也被释放了 在这种情况下 孙电英和谭文江 作为东陵盗保案的策划者和指挥者 尽管溥仪及前清姨老们 对他们恨之入骨 必欲杀之而后快 然而他们的命运却已经没有了悬念 随后国内战争阴云愈发浓厚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 经过一番左顾右盼 孙电英决定追随延西山与蒋介石的中央军开战 军事法庭对于他叛变的顾虑完全消极 于是不仅他本人没有受到缺席判决 连被关押在看守所里的谭文江 也被解除羁押恢复了自由 只是经过了这么一番波折 谭文江对孙电英的为人大感失望 从此他退出军界到天津做了愚公 新中国成立后 他当过某公园的园长 还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委员 但关于东陵盗宝的这个案子 至今我们未见他留下直言片语 此是后话 再回到军事法庭办案的话题上 如果当年的军事法庭认真办案的话 查明案情并不困难 因为如果是一支整建制的部队 去盗领参与的人很多 沿着张启后口供提供的线索 继续查找证人很容易 查找物证也不困难 但军事法庭没有这样做 把一个原本不难查清的案子 办得云雾缭绕 这以后 关于东陵大道孙电英的故事 在民间层一度有所流传 这些传说 只是作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 其中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没有人去计较 孙电英本人则一如从前 率领了一伙一兵一匪的武装 谁给钱给粮 就给谁卖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 曾为团结抗战出国力 也有过卖国投敌的经历 1947年 孙电英在河南汤因 与解放军作战兵败被俘 在战俘营接受训问和教育的时候 没有人与他谈东陵盗宝的事 有记者采访过他 回来以后还写了一篇 关于孙电英的文章 但只字未提东陵盗宝案 孙电英谭文江 生前没有人询问他们东陵盗宝的事 说明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 这个案子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这也不难理解 民国年间盗墓成封 单就东陵而言 除了顺治皇帝的孝陵 因为据说是座空墓 从而没有被盗 其余所有的帝陵 后陵 匪元寝 全部被盗 人们看得多了 也就见怪不怪了 1978年 1979年 清东陵的御陵和定东陵地宫 经过清理 正式对公众开放 打清皇家地下宫殿的宏大气势 与富丽堂皇 深深震撼了参观的游客 两座地宫曾经遭受的浩劫 也令游客扼腕叹息 经过导游 会声会色的讲解和媒体的广泛报道 几十年前那场东陵盗宝案 再次成为人们的热议话题 只是这以后 关于东陵盗宝案 人们又开始关注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 皇家陵寝结构复杂 机关重重 当年的盗墓者 是怎么进入地宫盗走的宝贝呢 还有 乾隆与慈禧两大陵寝中 都藏着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 这些宝贝后来到哪去了呢 被孙殿英盗决的东陵地宫珍宝的去向 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令人关注的问题 早在东陵盗宝案刚刚发生之时 乾隆和慈禧墓中埋藏的大量西式珍宝 便吸引着很多人贪婪的眼光 当时就有一个叫宋汝梅的人 抢在国民政府调查组之前赶往东陵 他冒充国民政府内政部接收委员 堂而皇之地接收了不少地宫珍宝 幸好他最终被识破了骗局 在市井里向 也有不少普通人 为得到一件东陵珍宝而绞尽脑汁 甚至上当受骗 然而奇怪的是 在无数人关注的目光中 被孙殿英部队盗挖的 多达几十车的东陵宝藏 竟然在其后数十年间风流云散 绝大多数不知所终 那么他们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请明天继续收看 东陵盗宝案发生数十年之后 一些不为人知的情况 渐渐浮出水面 孙殿英等人 究竟是如何策划了 震惊一时的东陵盗宝案 乾隆慈禧等防盗措施严密的大墓 又是如何被打开的 墓中埋藏的西市珍宝 最终又去了哪里呢 下期节目中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真相大揭秘